3分钟医学堂 让你更健康 我是胃肠肝胆科医师 杨诚达 今天来为大家介绍 胃肠镜的检查 那为什么要做胃肠镜的检查呢 主要就是 十大癌症 在胃癌 大肠癌及十大癌 都是榜上有名的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 十大癌症的死亡率 大肠脂肠癌是第三名 胃癌是第七 十大癌是第九 那十大癌症的发生率 则以大肠脂肠癌为第一 胃癌第八 十大癌第十 那十大癌分成了两种 包括了磷状上皮癌及腺癌 十大癌的磷状上皮癌 它的风险因值 就是大家所知的 烟酒及檳榔 那它的癌前病变 则是磷状上皮的分化不良 那十大癌的腺癌 它的风险因值 则是腌 胃食道逆流 肥胖及巴瑞士食道 那它的癌前病变 则是巴瑞士食道 合并分化不良 接下来介绍胃癌的风险因值 包括了胃癌的家族病史 曾经接受过胃部的手术 幽门感菌的感染 吸烟 胃溃疡 肺癌 膏癌的腌制入 如腌肉、腌鱼、腌制蔬菜 咬消及化合物 包括了香肠、肋狗及培根等 胃癌的癌前病变则包括了萎缩性胃炎 腸黏膜化身及分化不良 那为什么要做胃镜的检查呢? 主要就是这些癌前病变 其实70%都是没有症状的 那做胃镜的检查呢 除了可以早期诊断十大癌胃癌 也可以提早发现上述的癌前病变及癌症的风险因子 尤其是在有上述的病变又合并优门感菌感染的患者 如果接受优门感菌的除菌治疗 可以进一步降低5到7成的胃癌发生率 那胃镜检查也可以诊断其他的上消化道疾病 例如胃食道逆流、食而止肠溃疡以及疗潜性胃炎 大肠癌的风险因子则包括了家族病史 个人的息肉病史 年纪大于50岁、男性、吸烟、喝酒、红肉摄取过多 以及肥胖、代谢症候群、糖尿病 那大肠癌的吸尘呢 是从小型的腺流长成大型的腺流 再进一步发展成大肠癌 那为什么要特别介绍腺流呢 因为它是一种可能癌化的息肉 它可以视为大肠癌的癌前病变 其中又以超过1公分 聚绒毛成分或是高度分化不良的腺流 风险是最高最容易形成变成大肠癌的 那为什么要做大肠镜的检查呢 主要就是当你有这些腺肉腺流的时候 你几乎是不太会有症状的 那经由大肠镜检查我们可以 虽然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找出大肠的息肉 尤其是腺流并且加以切除 等于防止未来大肠癌的发生 而且呢可以根据大肠镜检查的结果 根据息肉的数量大小病理的变化 区分癌症的风险 拟定大肠镜的追踪计划 那大肠镜也可以诊断其他的大肠疾病 包括了大肠的气势 包括了溃疡及发炎 瘤膜下肿瘤以及血管病变等 借着胃肠镜的检查呢 我们可以早期诊断疾病 并且进行追踪 那也可以切除息肉 以上胃肠镜相关的介绍 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 欢迎大家到门诊来咨询 三分钟医学堂让你更健康 我是胃肠肝染科杨成达医师 我们下次见哦